大家好,我是迅哥 前面几集中,我们一路顺着拉皮塔人的迁徙足迹 终于到达了萨摩亚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惧死亡的持续转移 速度还如此之快 而这场波澜壮阔的人类迁徙 又是如何戛然而止的呢 本集我们就来尝试探寻这些问题 通常来说,人类迁徙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人口膨胀带来的战争与饥荒 而对于早期的南岛人来说 人口数量还比较少 加上开拓的无人岛与物产丰富 海鲜充足 又有农耕技术的保障 人口压力很难在短时间内爆发 所以他们很可能不是为了扩大生存空间 而是一种人类对未知领域探索的强烈驱动力 今天南太平洋地区 还存在着一种只把土地传给长子的习俗 这可能就是传承了古代拉皮塔文化里 由一个孩子守护家业 并鼓励其他幼子出海寻找新土地的传统 于是在这些拉皮塔先民离开萨摩亚后 仅仅通过四五百年 不到二十五代人 就几乎完成了整个太平洋的探索 甚至到达过美洲 也正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分化 才有了今天波利尼西亚不同地域器物的相似性 那么是什么让这场迁徙 按下了近两千年的暂停舰呢 前面提到了马绍人保留的木之航海图 可见南岛人的迁徙 绝不是几次意外航行造成的 而是有着充分的把握和明确的目的性 他们擅长观测风向 通常可以在顺风时起航探险 逆风时则能够安全回家 南岛人这样短途跳岛的迁徙方式 在从台湾岛出发以来的两千年里 一直屡试不爽 可一旦到达萨摩亚 就发生了当时他们不知道的地理变化 前面提到斐济汤家萨摩亚 都是位于大陆板块与海洋板块的复杂交界处 而在拉皮塔人到达波利尼西亚之前 始终是航行在一片大陆板块上的 此时再向前一步 便从大陆岛屿过渡到了更加孤立的海洋岛屿 东面的岛屿开始变得又小又少 需要航行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远 于是发现新岛屿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低 海洋岛屿甚至不像大陆岛屿那样 拥有良好的土壤和资源 而是出现更多平级低洼的环礁 所以也就难以长期定居 此时拉皮塔人像是到达了世界的尽头 无路可走 但这些都还不算什么 最困难的部分是如何克服被信封驱动的赤道流 汉语里信封顾名思义就是讲信用 妥妥地由东向西吹 也就难怪五百年前 麦哲伦虽然借着东南信封 成功横渡了这片他认为风平浪静的大洋 却怎么也无法原路返回 但是为了方便贸易 西班牙人还是苦苦坚持寻找 直到1565年 才终于有人发现了从菲律宾到达墨西哥的路线 从此实现了著名的马尼拉帆船贸易 而信封也就这么被他们称为了贸易风 由此可见 这对于3000年前赤道附近的拉皮塔人来说 想要逆流横渡太平洋 更是难如登天了 然而经过了上千年的停滞 人口增长已经带来了不少麻烦 加上火山的喷发 甚至藻类的繁殖导致大量鱼类死亡等等 都增加了萨摩亚仓家一带拉皮塔人生存的压力 所以内忧外患之下 他们早就按耐不住向东探索的冲动 尽管冒险偶尔还在继续 但探索的速度却已经非常的缓慢 那么他们后来又是如何启航的呢 也许有朋友已经想到 在澳洲部分我们聊过太平洋上的悄悄版 阿尔尼诺与拉尼纳现象 当平均四年一次的阿尔尼诺现象发生时 会导致西太平洋变得干燥 这岛屿上的农作物也必然受到影响 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月 更是让岛民雪上加霜 此时西风开始向东移动 连信封也都暂时失去了信封 而对于拉皮塔人来说 正是可以顺风航海的时候 作为人类最伟大的航海民族 观察出阿尔尼诺的规律 当然是小菜叠的 可问题是 这又怎么会花费上千年的时间呢 也许这临门一角的解决方案 就出在独木舟的升级换代上 实际上自从百岳人跨海到达台湾岛以来 南岛人一路上都在进行着传播技术的迭代 前面就提到过马绍尔的弦外单腿独木舟 可即便是这样经典的设计 想要在更强的惊涛骇浪上长途跋涉 也几乎会被秒成渣 有研究团队对长暂停时期进行了天气模拟 在数千次航行模拟中得到了数百条最短的跳跃轨迹 分析发现 阿尔尼诺现象会在萨摩亚和汤加附近 产生非常强烈的风 而当时的独木舟是完全无法在那样的条件下操控的 于是这又逼着拉皮塔人发明了双体独木舟 虽然只是把两条30米左右的独木舟并连起来 但无论从稳定性还是承载能力都要比原来高出数倍 甚至在中间搭上木板就可以建造小屋 十分适合远洋航行 现代双体船的灵感正是来源于此 加上南岛人不断强化着自己驾驭风的能力 逐渐掌握的逆风航海技术 更是让双体独木舟的驾驶如虎添翼 有趣的是 就在同一时期的欧洲 早已进入铁器时代的维京人 也开始了南下的掠夺 可即便如此 相比这些还几乎停留在新石器时代的南岛人 海盗们都只能小屋见大屋了 就这样摩拳擦掌的拉皮塔人 终究是突破了近两千年的大自然封锁 蠢蠢满志地带上祖先的遗院 也驶向太平洋深处 并从此踏出了形成玻璃泥下大三角的第一步 欢迎关注转发和留言 下一集我们将一同回味 这部长暂停事件的电影版《海洋奇缘》